在鱼圈一人若红了,将如何利益最大化并快速变现,下面具体罗列一下鱼圈的常规操作,本视频旨在用这些规则反称工俊的踏实与眼光的长远。 同时,并没有抨击这种利益最大化的事业模式,只能说个人有个人的追求,不同人有不同人的发展方式。 新人爆红,多接单,多露出,趁机上遍国民IP综艺,尽可能的长时间持续在观众面前露出,若有高品质代言就尽量签偿合约,天价代言能接就接,通过粉运提高粉丝留存率,利用粉丝间PK竞争思维引爆热度和数据,有机会就趁机跟平台多签几部戏,在红利期给自己更多未来曝光的机会。 作品爆红,营销演技口碑,吸引路人员,同类型题材接起来,把一个角色类型砸实了再考虑转换,因为真的去抛脸的好演员,红得很少,套壳式演员虽然很难突破,但容易稳固住相对应的粉丝受众,比较讨巧,尽量多的接同类型高level的戏,制作,平台,原创团队都做加持,少上容易翻车的真人秀,可以多去通告综艺,容易变现,接高品质的和自己公众形象契合的代言, 进一步加深人设。老人翻红,因为风风雨雨已经见过了,趁翻红就尽量赚钱,模式放开,品类一致的哪个挣得多,去哪里,剧也一样。 若是没有后续作品可以借力,就上综艺,常驻综艺真人秀,把这次能翻红的点营业到位,在综艺中固定新人设,只在所有的综艺以后,想到同类型人设能被列入邀请名单。 综艺咖或主播,或上综艺,或开直播,或做小剧场,将自己履历中有意思的梗集中营销,本人有趣有梗的,直播是一种非常好的控制流量和能快速变现的方式,既能聚人气,又能做植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